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古装双男主剧一直是备受观众们支持和期待的一种剧作类型 尤其是伴随著陈情令这部堪称里程碑作品的热播 这一类型一度成为风靡全网的主流 不过,自宫俊成为最后一位享受双男主剧红利的新近男星之后 此系列便从山河令之后逐渐消失在了观众的视线 时隔两年之后,伴随著多部双男主剧的开播 古装双男主强势回归 古装双男主剧回归,龚俊携手徐凯领衔,百路强势加盟 近日有消息出现,一部名为演乐之海的古装双男主剧宣发启动了 而作为双男主的人选,便是同为新近人气男星的龚俊与徐凯 对于龚俊,想必绝大多数的观众都很清楚 上面也说到了,他是享受第一波双男主剧红利的最后一人 只是没想到的是,如今重启古装双男主,他又是第一人 龚俊作为新一代人气小生,自出道之后相继主演了无数作品 因为一部山河令的热播,更是直接积累了直指一线的人气 经过这几年的影视剧之路发展,他已经在斩获超高人气的同时 还提升了不少对于角色诠释的演技,一度被认定是后起之秀中最具发展前景的一位 除了龚俊之外,这部演乐之海的另一位男主徐凯也是毫不逊色 作为90后人气男星的领军者,他无论是出演作品的数量,还是诠释角色的质量都极佳 是当之无愧的新生代男星 而且,徐凯的成名作品便是与白鹿合作的招摇 此次不仅与龚俊首达双男主,还迎来了与白鹿的再次合作 无论是人气还是话题,他都完美极于一身 虽然演乐之海的定位是一部古装双男主剧 不过根据该剧的简介来看,其中对于女主的设定也是十分丰富且精彩 一点也不像以往双男主剧的风格 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部演乐之海才在选定了两位人气男主之后 又邀请到了人气堪比一线的实力女星白鹿加盟 对此,可谓是引起了一波极为广泛的关注 对于白鹿这位古装剧的常驻女主,想必大家已经是十分了解的了 毕竟她自招摇大火之后,陆续主演了近十部的古装新作 而且个个都是评价极高,堪称经典 而且,白鹿经过这么多年的影视剧之路打磨 无论是对于剧作的整体性把控,还是对于角色的重点性展现 都有了极为明显的提升,这是很多新一代女星所不具备的 此次,白鹿与徐凯再搭,加盟这部古装双男主剧 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人气上,都提供了又一层保障 摇篮组合的在演古装,必然也是话题度拉满 目前,有关这部古装双男主剧演乐之海的预热已经启动 作为主演的工具,徐凯,白鹿三位演员也相继得到了公布 大致的启动时间定在了今年初夏 相信很快便会出现更为准确,具体的资讯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eport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rbeit 谢谢观看